我就有一個狀況就是 我不想我人生包括家庭有任何東西 阻攔我走神的路 所以我其實都遇過很多大病 遇到很多問題去阻止自己走神的路 包括我最多問題是我很多大病的 我過去我試過公外認真一些中風 或者沒命 癌症 腦退化 這些全部都在我病患的時候 的確是難了我親近神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個錯誤的思想 就是覺得如果神你愛我 我怎麼會病 但是我現在被糾正 我知道這都是我在身體 或者是家族遺傳下來 身體的問題裡面 神是介入來幫我 而我最後一次就是 要牧師你 沒有退化那次 就是叫我繼續走神的路 但是當我沒有想過康復我現在康復之後 我看回了所有東西 原來耶穌說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祂真是生命的主 經歷到那個說話的真實 所以我知道生命連結在祂裡面 走走他的路聽他的話 裡面就有一個很大的愉快 還有你經常都很開心 還有你牧師我那時候去過你一段時間的聚會裡面 其中一個很難忘的就是 那天就是哈利路亞 你教我們用個心底哈利路亞出來 然後神起落的靈在那裡大大充滿 我那天笑過不停的 笑過不停的 但是其實我本身是病到傻了 一個這樣的狀況 然後那天就是那天晚上 我每一次我出來聚會前 我要吃些收血管藥的專頓 為了呼吸 我就吃些收血管藥 就出來聚會 回家我就繼續帶機 就是要帶個呼吸機 我那天完了笑到很痛的回家之後 睡上床 我還沒按部呼吸機就睡了 第二天我起床 我說我好翻喔 我不用拿部機來呼吸 就是那次開始 我看到跟神言結有極大的安慰 有極大的愛 其實當時我戴那個呼吸機 是全天都要戴的 睡覺更加要戴 唯獨是我洗澡的時候 或者要清洗那條喉管的時候 可以有半個小時左右不戴 還有吃飯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不吃 或者吃很少很少 因為要休息就吃不到飯 其實經過那晚 喜樂神的靈 充滿我的心靈之後 基本上從那晚開始 到以後我都沒有再用呼吸機 反而是有些時候 突然間驚恐症發作 那我就會很害怕 就拿個呼吸機 用了一個多小時左右 那在一個多小時裡面 我就會想 不是呀 神醫好了我 當我這樣想 我又像不用呼吸機 又像呼吸機沒有問題 我現在人生也是 除了神沒有什麼是滿足我 那我人生裡面最大的會力 就是講神的東西 真是最大的動力 其次就是很喜歡欣賞 神的花草樹木 動物 就是去了一個這樣的狀況裡面 去認識神 好奇妙呀 我也是跟人聊天 那些人就會說我 為什麼這個人 說什麼都跟神有關 其實原來真的有關的 我們 所以我感謝神 而牧師你繼續加油為我們 開這個平台 我發覺對我 我目前都在教會做一些 推動、討告、親近神 以愛神為標準、為目標的聚會 所以其實我這個 我有時候自己這樣想 阿牧師都是我的師父 是我師父來的其實 感謝神 就是這樣分享 嗯 多謝主 多謝耶穌 多謝主使用我們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去祝福其他人 幫其他人去成長 那神就永遠紀念 神就永遠上次了 在金城堅里 阿牧師 神很高興 阿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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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